二世紀會和我選擇 一對簽名的 現在同盟養正幫 之前在課後會有一個 會算是課後的放聲 現在是說,因為之前在做的時候,可能只有賣物種,也在附近這樣子放 可是最近,剛好今天這一次的話是有覺得說 好像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前面的一個儀式,然後就自己用一個簡單的三規一發給大家念 就在整個的過程裡面,就是不知道說自己在做這個 我覺得一定還有沒有做好的地方 但是自己會覺得說,我們在放生這個活動,我們這樣子辦下來 到底對大家的有什麼好處,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再怎麼樣做 讓大家在這方面的深度,會更提升 好,請坐 因為這個就是拉到實質面 你說,到底對大家有什麼好處 你只要做了,他就有實質面 實質是放生,不是儀軌 這叫實質面,那儀軌是什麼形式 那你就要知道為什麼很多團體,很多佛教團體 他放生要很大的儀軌 在那邊做法,做了一個法會再去放生 對不對,很多都這樣嘛 那信眾很多來嘛,對不對 至乎一點,那個儀軌都是為了接引跟教育用的 那個儀軌本身跟放生的物種沒關係 你懂意思嗎 那因為佛法他是全面的運作 對不對,他不捨一個眾生 所以他在放生的時候,他同時做儀軌 那個儀軌對眾生有好處的只有一段 叫做為他做三軌 對不對,跟他講一些道理 讓他的阿賴耶士田有這些活動者 有未來導向去做更好的生命狀態的一個基因 是對眾生有好處 其他的都是對參與者 你不懂放生的 你不願意放生的 你不願意學習的 可以透過放生這個活動 讓你來,有機會 你可能在那一天突然開槍 對,看到一些儀軌,哇好莊癮喔 對,好有射手力喔 這些儀軌一出來 無形中那個兩隻兩人被引倒出來 他就願意往前進 功能是在這邊 所以依於你們 你們本來應該是注重在實質層面 因為你們畢竟 不能講做是一個活動 是我們大家做這個有意義的事 這個有意義的事不等於 它是要變成一個活動去辦 懂嗎 是我們有之一統 都要做這件有意義的事 是這樣 如果從這個角度 那有沒有很大的疑似 就不重要 對眾生有好處的最重要 對眾生真誠的這個部分最重要 就這樣 那我知道你的 如果你說那能不能 除了這個好事以外 又有更大的功能出現 讓大家 那你小小的儀軌當然可以的 對不對 那這個 因為你們都不是這種所謂的法師 什麼等等 你們的儀軌就不必是 這麼的龐大 就以重簡 大家又可以有恭敬心 除了放生了實質的能量回饋的以外 掌用慈悲心以外 又可以希望大家 對這些生命的對待都是有恭敬的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 在做三歸一以外 多一個時段的念佛 大家一起念佛就好了 那你念佛對你們這些人 人道叫做儀軌 對不對 對不對 對眾生叫做什麼 佛念的加強 對不對 節來是佛願 都好 三歸 同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們願意的話 就多個 看你們自己 下一下時間嘛 一個念佛 專注念佛 念佛三歸一 對不對 然後 喚醒的去把它放掉 這樣可以明白嗎 謝謝 謝謝